大家好,我是麦子学员的讲师魔镜的 上节课为大家介绍了GitHub的基本知识 并且我们将自己的本地的代码 关联到了远程,并且提交上去 好,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来讲 比如说我现在是同学B 我需要使用同学A的代码 假设刚才我们将Git-test的代码提交到远程 那个是A同学 那我们现在在本地再建一个文件夹模拟B同学 我们返回上一集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Git-clone的命令 来获取A同学提交的代码 也就是我们之前创建的Git的内容地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est的仓库 我们copy这条路径 好,我们执行这条命令 可以看到我直接将远程仓库的代码 课程到了本地 大家又可以看到 我没有输入任何账号和密码 只要我知道的这个链接地址 我就可以将远程的代码复制下来 这就是上节课讲的 我们创建的是一个public的仓库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将代码课程下来 我们来进入刚才课程下的文件夹 我们来查看里面的代码 可以看到是和Git-test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B同学就可以在自己本地的代码上面进行修改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上节课我们是将must分子提交到版本控制 那么B同学克隆的也只有must分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通过Git-brunch的命令来查看 所有分子 可以看到B同学它只有must分子 但是我们都清楚 must相当于是一个正式的版本 我们开发的时候 需要在第五分子上面去开发 而我们之前的A同学 并没有将第五分子提交到远程 好 我们现在打开另外一个窗口 我们进入A同学所在的文件夹下 我们可以通过Git-brunch-r的命令 r就是remote远程的意思 来查看本地与远程的对应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只关联了远程的must分子 并没有关联其他的分子 我们通过Git-brunch的命令查看 A同学本地是有三个分子的 好 当前我们是处在第五分子 可以通过Git push 我们找一下前面的命令 复制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提交到must分子 而是push到第五分子上面去 这个时候大家要记住 我们本地是处在第五分子上面 那么我们推送的话 最好是推送到远程的第五分子上面 当然如果你推送到must分子也是可以 只是那样做就没有意义了 好 我们执行这条命令 好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本地的第五分子 已经跟踪到远程的第五分子 我们再通过Git-brunch-r的命令来查看 可以看到我们关联了两个 一个是第五分子 一个是must分子 我们再打开GitHub的后台 然后刷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这个brunch变成了两个 我们点开来查看 有一个第五分子 有一个must分子 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是以第五分子 好 我们回到命令 这个时候 A同学已经将第五分子提交上来了 那么B同学是怎么知道A同学提交的内容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将整个项目删掉 然后再可弄一遍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刷处刚才可弄下来的test文件 那我们再可弄一遍 好 当我们可弄下来之后 我们再通过GitBranch的命令来查看 我们先要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通过GitBranch的命令来查看 我们发现 它还只是 可能must分子 它并没有可能第五分子 那么我们怎么让B同学也获取第五分子 这里有几个命令 我们需要了解 首先 GitBranch只是查看本地的分子 它并不是查看所有的分子 应该这样来讲 GitBranch是查看本地的所有分子 但它并没有查看到远程的分子 我们可以通过GitBranch 好 现在我们是在must分子上面 我们查看must分子下面的文件 我们查看 readme.markdown文件的内容 是must 好 现在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 通过GitCheckout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大家应该都清楚 就是我创建一个第五分子 并且切换到第五分子 这里我们后面还可以带上一个Original第五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第五分子 并且将它关联到Original第五上面 我们执行 发现 这个时候 我们就切换到的一个新的第五分子 我们执行readbranch -a的命令 可以查看到 我们的第五分子就创建成功了 对于第五分子里面 readme.markdown的内容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可以看到 是之前所修改的 第五-must 所以这里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我们在getclone的时候 它只会在本地创建一个must分子 它并不会在本地创建多个分子 如果说我们需要本地有多个分子 就需要自己去创建关联 那我刚才的做法是 我们本地没有一个第五分子 现在又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B同学 他在克隆代码之后 他自己在本地创建了一个第五分子 但是他写着写着 他需要将本地的第五分子 和软程的第五分子关联 那么这又该如何做 关于这一块的内容的话 我们下节课再去介绍 fetch和pool 在这里的话 还需要为大家回顾一下 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就是getremote 我们之前可以看到 当我们创建了一个远程版本库之后 我们通过getremote add命令 将它添加到远程的版本库 如果我们现在不想关联了这个远程版本库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 或者说我们现在想查看这个远程版本库 我们可以使用getremote arm 删除 这个链接地址 这里他告诉我们要使用remote 我们可以将这个远程地址给去掉 这个时候我们就将远程版本库的关联给去掉了 那么我们又如何查看我们这个get的项目 是和哪个远程版本库关联的 我们就可以使用getremote get-v的命令 可以看到我们是关联的远程的 original的版本库 链接地址是这个 在这一块我们可以指定push和fetch 也就是说我们更新和提交的地方 可以指定不一样 但是这个就太深了 就没有必要细究下去 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少会那样子去做 刚才我为什么不在这边去执行这条命令 因为我已经将test这个文件下面的remote远程的关联给移除了 所以我在这里在执行getremote-v的时候 它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如果想再关联怎么办 还是和前面一样getremote通过add命令 关联这个origin 并且加上连接地址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关联上来了 然后我们再通过getremote-v的命令 查看关联关系 可以看到关联的信息和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getremote还有一个relame的信息 relame的信息就相当于我移除了这条关联信息 然后我再add这条关联信息 只是说getremote-rename 一个命令解决了两个命令的操作 好这条命令我就不为大家演示 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会随意的去修改关联的地址 如果要修改的话 大家只用移除它再添加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好这节课为大家介绍了getclone和getremote的一些信息 下节课我将重点为大家介绍getfetch和getpool的区别 弄弄了getpool和getfetch就相当于gethub的远程 以及弄弄了一大半 好具体的细节我们下节课再讲 好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